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今天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那今天這部影片就主要來講解一下怪物坦豬11月到底會有什麼活動 做一些過去事或者就是情報預測 那這邊影片開始之前還是要去提醒一下大家 10月27號就是明天那束褲就會重置 那基本上那個束褲裡面就是會把這個寶珠獲得獎勵都去刷新 所以這邊還要大家記住這個時間來去刷這個寶珠 好吧 然後就會來到這個正片的部分 那每年的11月福利活動也是偏少的 它11月其實就是圍繞著新系列固定的合作活動為主 所以這個月來看的話其實大家只要去看好自己的寶珠數量 那基本上這個月其實也沒有太大問題 或者有什麼特別活動要去做一些預測之類的 那去年的11月初的活動就有去舉辦這個勇冠的鬥雞場 那基本上它這個活動一下來就是幾個月的活動 就是在有限的次數裡面去挑戰一些關卡 那基本上挑戰成功的話就可以去獲得到一定量的獎勵 不過目前這個活動只有在去年的年底去舉辦過一次 所以那個後續會不會再去舉辦或者就直接去砍掉的話就很難說 那這邊的話還是去做一個過去式跟一個預測 基本上我對於這個活動的感想 那基本上它在去年其實也是蠻適合到普通新手來去遊玩的 所以吧 如果11月真的沒有活動的話 其實我自己個人還是希望把這個活動再次推出來的 接下來它11月的上半部分的轉蛋 那就基本上就是新系列轉蛋 去年推出的新系列就是惡魔格局第二坦 所以它這個今年的部分有機會出第三坦 這個機會也是不少 以上個月的新系列來看的話 其實已經有角色開始去下放這個天魔的工程 所以它這個月或者未來的新系列的部分 都要去看好自己的寶珠或者留意住一些角色 去幫你更好的挑戰超高難度的關卡 然後就是會來到11月的激秀神技的部分 它激秀神技就是每年的11月都沒有去推出這個全新的先鷹角色 不過它今年的10月也是沒有去推出 那它就是跟這個屬性季的先鷹角色去交換的 所以換言之它11月這個時間 也是有機會去把這個激秀神技的先鷹角色去補回來的 所以這部分大家要在合作去用到的寶珠以外 都不要去倒以輕心 接下來就是會來到11月的合作部分 每年的怪物坦珠11月的下半部分 都是會跟其他作品來去舉辦合作活動 那目前在這個部分 那就基本上就是一定要去把寶珠去存下來的一個時間點 所以前面有去提過這一束褲的部分 那這邊還是建議大家在更新前 或者就是更新後去把這個束褲的部分去刷下來 盡量去讓自己有足夠的寶珠去度過這個連底的合作 或者就是新系列先鷹角色的部分 那這邊以去年的合作舉個例子 那去年的合作就是這個通靈皇 那通靈皇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那個去年也是不少人猜得到 因為他在去年的2021年有去播放這個最新的動畫 所以其實他的合作幾率也是會大大提升到 那接下來就順便去預測一下他這個11月的合作活動 那目前我自己個人比較抱有期待的就是這個動畫的合作 他這個死神就是有去推出這個千年的雪戰片 在這一季的動畫裡面 所以他米希也是蠻有機會再次去跟這個死神的作品 來去做這個合作的 然後如果是劇場版合作的方面的話 因為他今年米希已經去跟這個咒術迴戰的劇場版 跟航海王的劇場版有去舉辦過合作 所以他今年接下來的合作活動 吸取用這個劇場版來去合作的機會其實也是不少的 那目前在日本11月上映的劇場版就是會分別會有兩部 第一部就是轉身史萊姆的劇場版 然後第二部就是刀劍神域最新的這個劇場版 那目前來看的話刀劍神域就是會有跟怪物坦豬合作過的經驗 然後史萊姆在目前在這個玩家群之間的附身也是蠻高的 所以那個其實我都覺得通通都有機會 那這部分的話其實就是猜猜看為主 所以就大家就聽聽就好了 那基本上整個11月份的活動下來 以這個過去式來看的話其實活動還是偏少的 所以這邊還是蠻建議大家去撐住這個活動比較少的時間 去把這個束褲去刷好 那基本上到12月跨年的前後去準備好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吧那影片的部分就到這邊差不多 那如果有什麼提問或者就是不了解的事情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去提問喔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可以按讚按訂閱支持 好吧那影片就到這邊喔 掰掰掰掰掰掰